大家好 我是老鸭说 这里是日本北海道五轮郭公园 五轮郭遗址公园 位于北海道韩馆市 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 由江户幕府 在下一地的乡馆 县北海道韩馆市郊外建造的一座新型要塞 于同一时期建成 位于长野县佐久市的龙岗城 同样被称为五轮郭 但是多数提及五轮郭 便是只位于韩馆的城基 虽然在计划新建城池时 已经使用五轮郭作为名称 但是在建造期间 又曾经称为龟田一所土垒 或龟田寓一所土垒 城池未处的地方本来是湿地 只有大量细柱柳 因此又称为柳野城 香管开港时 原本建于韩馆山山路的香管奉行所 搬迁至五轮郭 然而 在清印两年 1866年 江户幕府在城池建城后 仅两年 随着江户开城而灭亡 五轮郭 由香管府接管一段短时间后 在香管战争中遭到旧幕府军占领 并且成为其根据地 进入明治时代后 城内除了一栋建筑物外 其余全数被拆除 并且改建为大日本帝国陆军的练兵场 1913年 韩馆区长 北首正直向陆军大臣提出免费租用五轮郭 并且改建成公园 陆军方面 则回应 只要保持在取得许可时的状态 以及新建最小限度的小型商店 和种植树木等 均需要得到韩馆要塞司令部首肯 加上在租用期间 承担土地建筑物的保存责任 和负担相关费用等 作为条件 批准了北首的请求 其后在1914年改建为五轮郭公园 并且对外开放 自此成为韩馆市民的休憩地方 和代表韩馆的旅游景点之一 另外 韩馆日新闻为了纪念发行一万号 在1913年开始 未是十年 共种植了数千棵 燃井及野荫 现在大约剩下1600棵五轮郭 也因此成为北海道首期一指的赏营地 1925年 五轮郭归由内务省管辖 并且基于史基民圣天然纪念物保存法 或指定为史基 1929年 郭外的长鞋版或追加指定 并且改由文部省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政府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 五轮郭也在1952年 或指定为特别史基 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 这里是五轮郭公园 紫藤盛开的地方 大战后 它的飲料是整理的 perquè它是在冰箱中 在冰箱中 看看它是冰箱中 它是冰箱中 還在冰箱中 我首先可以冰箱中 冰箱中 相馆凤行所的建筑 入馆内部参观是要门票的 大人500日元 小孩250日元 凤行所建于锅内的中心部分 东西长度为97米 南北为59米 建筑面积大约为2685平方米 部分位置近有两层 游战全体约4分3的西边一所部分 和东南面的凤行一宅组成 另外在一所部分中 分为正面玄关与南洞连接起来的大广间 同行解锁等所在的中央洞 白舟和土间等的北洞 本来从正面玄关进入后前方 建有高约16.5米的太古鲁 但是在相馆战争期间 遭到军舰甲铁炮击时 旧幕府军认为太古鲁可能成为其攻击目标 因此急忙地将它拆毁 韩管市最初希望复原整个凤行所 但是由于建筑基准法规定 每1000平方米的地方 必须设置防火墙 最终在与文化厅商讨后 认为景观上也可能造成影响而放弃 将复原部分维持在约1000平方米内 凤行所采用相同的材料和建筑方法 成功复原南洞和中央洞部分 其后在2011年破搬北海道红砖建筑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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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